在政府里面,我们的政府学校里面 我们在一些学校并不是全部 所以这是应该要继续再去推广的 在政府的学校的教育体系里面 政府的诱教老师今天基本上都拥有超过 diploma或者是以上的资格 我们希望说在2020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确保说 就算是在识人界的这些诱教工作者 也能够拥有至少diploma这样子的一个资格 第二,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看到说 有更多五到六岁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去学习 来去进入我们的这个幼儿园 来去一起去学习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进入幼儿园的这个 百分比是高达了90.9% 我们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它进一步提升到100% 当然,2020要100% 其实严格的 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去前进这 接下来我们会因为 跟我们现在只要是跟我们 register的这些实力的这些 诱教中心 我们基本上都会要求 说他register的这个失职 要有这个领夺吗 然后当然我们不排除 还有一些的这些所谓的 诱教中心 幼儿园是还没有我们register的 那么整理这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研究 看到底百分比有多少 那么在看说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他在2020年的时候 变成是公报生的 可以这样之前有提出要整合 各个部门胜利的学前教育中心吗 是 所以现在教育部有在计划这个东西吗 我们已经跟父女部 我们已经就是两个部门 也就是教育部以及父女部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 组织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组织 所以当我们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组织的时候 这个组织的会计是 under 这个妇女发展的部门底下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两个组织的组织 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的组织 然后这个组织的织是由 所谓的一些是逸闪得 就是这些托儿幼教主席 他们的这些设备 他们的这些实质比例 还有这些营养 或者小孩子吃的这些食物方面的营养 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从法令上的角度去探讨 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去管理这些 幼教和托儿主席 好 这样完毕想问一下 马智里就有谈言他讲 他不会成为教育部长太久 然后会转到其他部门 协助改革 但是你怎么看 他是开玩笑的 他是开玩笑的 因为那天是成立了一个 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来去探讨 来去检讨我们的国家交易政策 那么所以我就有一个记者问他 因为这个committee的 就是他的所谓的 TEMPO 就是他的这个有期限 其实是半年 我们就给这个委员会半年的时间 来去帮我们探讨国家政策 所以当然就有位记者问说 五年后你们会成立同样的东西 他就说他不能够 五年后他不能够代表回答这个问题 他讲说五年后可能不是他做呢 可能去了其他部门呢 所以他其实纯粹是开玩笑来讲的 大家不要把一句玩笑话当成是一个 好像说是透露他的心意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就是很一个玩笑啦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都在口味在讲 好好好 这样目前他的分数 部长Viga的工作表现 你为他打几分呢 哈哈哈哈 我觉得也是安分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打分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打给自己 我觉得那个叫自爽 我们就觉得说是喜欢用未来的人的 为我们的工作表现来捡人民打分 我觉得难选 好还有之后一题就是 你看实义报告拿具就讲PTPTM 没有列在这个报告当中 然后魏加强也说 就是TBET 感染的没有一个新的实施建议 所以你这样子对 PTPTM的话 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整个 很详细的报告 我们会提前去给那个 那个通过了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所谓的 PTPTM的整个重组计划来 公布给大家 好所以几时会形成这个 我们已经在做最后的翻吞了 好谢谢 谢谢 OK有许问 昨天在圆桌会议上 是不是也有讨论到 为那个PTPTM是使群体家庭的 一学子增加一千个 那个进入Metricocracy的没有 还是那个是之前宣布的 应该是之前的 哦之前不是新的啦 应该是之前的 就是今天我们家的 OKOK好谢谢 谢谢